好,我们的浏览器都是会用到这个圆形的 一样,如果你今天是平板的 或者是那个手机 如果没有这个浏览器 你一样到Play商店或者是App Store 你就去下载Chrome 这个叫做Google Chrome Chrome写一下 这种浏览器叫做Chrome OK,所以简单的操作一下 如果你是手机或平板,别忘记了 也是一样到Play商店 或者是App Store 如果是iPhone的话就是App Store 点下去之后 然后呢,有时候怎么还是QR Code的,没关系 你只要倒退一页 到他这个地方 有搜寻的 那搜寻方法也跟各位讲一下 有时候不用自己打字或写字 有时候厉害的话 他辨识的厉害的话 你可以用语音来讲 好,所以呢 比如说我用语音 点一下 Chrome 你看就出来了 OK 你要等到他上面出现 请开始说话 你才开始讲 好,我再试一次 比如说刚才如果是Line的话 点一下 Line 很方便就找到了 OK 好,那今天我可能要先讲一个东西 也请各位先灌起来一下 好了 这个东西叫做Google翻译 手机上请安装Google翻译 所以呢 你可以用这个 你尝试用这个麦克风看看 我在讲这个从哪里出来 再讲一次哦 你在Home的地方 中间那个房子的键叫做Home 就回到回到家 然后呢 找到Play商店或者是从九宫格 点进去找到Play商店也可以 有没有 那今天iPhone就是找到App Store 点进去之后 然后呢 你可以在搜寻这里的时候 去按这边 麦克风 然后打入 Google翻译 好 找到了这个图示 请认这个图示 确定了之后 你就按安装 然后接受 好 这个也是Google的产品 但是应用在手机上 但是呢 在电脑上也有Google翻译 待会我会再跟各位讲 好 那这个翻译 如果安装完了 各位就可以按开启 就可以启动起来了 但是呢 如果下一次 像这边刚开始有一些设定 没关系 你就照它预设的 就完成 这样就好了 好 那如果今天你是从Home当中 下次你要执行的时候 你就找一样这个图示 认这个图示 或者是你可以从九宫格里面 一页 一页 一页去翻 看那个 认这个图示 它就是Google翻译 好 来 请各位操作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